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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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姐妹 早安 很开心 在美好的主日 我们可以一起來這裡敬拜神 我们再次转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她说 2019 我們繼續走下去 2019 我們繼續走下去 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 可是唯有当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们才能够继续领受神的祝福 那在新年的起头 我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神所喜悦的祝福 神喜欢我们过一个服事的生活 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像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祂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所以耶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耶稣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可是到底什么是和神心意的服事 神所喜悦的服事到底是什么 我们服事 我们是服事神 还是服事一个事工 如果我们是服事一个事工 我们不知不觉会觉得这是我的事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忧虑 很多复杂的想法 可能不是来自于神的 可能是来自于你个人 你的想法 可能这些忧虑重大 不是神要加在你身上 可是如果你是服事神 不是一个事工 当然也许你说 这两个很难说 对不起没 事实上当我们更多地追求神 神是检查我们的内心 你就会知道我是服事神 还是服事一个事工 今天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神所喜悦的服事是什么呢 和神心意的服事 其实更多讲到是我们的态度 你的态度会决定 你在主里的高度如何 我喜欢想到在非洲服事的李文斯顿 那当然在那个地方服事 那是一个有很大的合场 有很大的需要 它需要很多的同工 所以拆会自然也愿意拆派同工过来 但是李文斯顿他提到 如果你要派给我同工 不要派那种 好像只有所有都预备好 他才愿意来的人 而是要派 即使没有路仍然愿意来的人 那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服事 不是讲到主都给你铺好路 你才能够服事 什么都预备好了 你才能够做 服事是我们要为神预备道路 各位姐妹你记得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命定 他来就是要为耶稣预备道路 所以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先锋 为神预备道路 我们应该这样子来服事神 为神在没有路的时候 主我为你开 打出一条路来 不是所有的都预备好 有缺 也许我在想 我应该来做什么 而是即使 我去看在这个环境当中 主我可以做什么 神在我们的一生中 有他美好的计划 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 好像废财一样 觉得神不可能使用我 弟兄姐妹神当然可能使用你 可是在意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如何呢 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的讲到 关于服事的态度 你是服事神还是服事店 是服事神还是服事这个事工呢 有一天主耶稣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 就跟他们说 来你们每一个人为我带一颗石头来跟随我 耶稣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所以门徒们都顺服 就都带了一个石头 捡了一个石头 彼得比较实际 所以他已经尽他可能的 已经找到一颗最小的石头 他就带着 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中午 中午的时候大家都饿了 耶稣就让大家坐下来 耶稣说拿起你们手中的石头 耶稣就祷告 祝谢 手一挥 哇 这个石头就变面包了 大家好开心啊 只有彼得比较不开心 因为他的那个石头是最小 他已经尽他所能找到最小的石头 吃完以后 耶稣又说来 你们再为我带一颗石头 那这个时候彼得想 同样的错误如果再犯第二次 那就是白吃 所以他就决定 他要挑一个最大最大的石头 扛着都要扛着去 去就跟随主 果然他就被抬在这个背上 扛啊扛跟随主 可是他里面充满了梦想 赶快吃晚餐 赶快吃晚餐 这就是我的晚餐 很开心 走着走着 也是一样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的就快要到傍晚 来到河边 没有想到耶稣竟然说 来把那个石头丢到河里 那所有的人就丢到河里 可是门徒们都很猝恶 那个眼神好像充满了很迷惘 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做 最迷惘的就是彼得 完全不明白 耶稣你耍我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耶稣做一个解释 耶稣说你们没有记得我刚刚说的 我叫你们做的事吗 耶稣说你们是为谁携带石头呢 我刚刚是怎么说呢 我是说你们要为我 携带石头 带一个石头 对方姐妹有的时候 我们服饰好像有一个目的性 我做了这个服饰 我有发大财的一个梦想 我只要做这个 我的儿女可能就可以考上 理想的学校 对方姐妹不是 我们服饰神 从来不是一个目的性 如果我们的服饰 是真的为神 你不会去想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当然 对方姐妹我刚刚讲到 神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其实最直接的 耶稣使用的方法 就是让你去服饰别人 当你去服饰别人 你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不去服饰别人 你怎么会知道 原来我可以祝福别人 原来我的身上 神还有这个潜力在我身上呢 我们有一个妈妈 一个姐妹 那她有恐慌症 也是有严重的恐慌症 可是你知道她非常勇敢 她接了教会的 有时候我们外展 有一些这个 就是教学 就是美食教学 做菜啊什么这些 那她刚好有这方面的 就是学习 那她有很好的经验 所以她就 有时候在安康社区 在教会的 这个外展的事工 她就教学 教学 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营会里面 她也煮这些吃食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她也会 在营会当中 所以我们有个特别的 就教学 美食教学 她也来教学 不知道的人 以为 很容易嘛 就教学啊 就是做老师啊 就是告诉大家 食材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动作 下一个步骤又怎么样 怎样做 最后她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美丽的点心 好吃的点心 但是对她来讲 是不容易的 因为她没有办法 面对群众 即使是一小群 她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她勇敢 她没有去注意到说 哦 因为我是个病人 我是个病人 我有恐慌症 我没有办法 面对群众 所以我不行 我不行 弟兄姐妹 如果当你一直觉得 我不行 我不行 你就越来越不行 可是当你觉得 我不能 可是神你能 我要来依靠你 弟兄姐妹 神就会给我们力量 如果你问基督徒 什么是服事 我想很多人都会回答说 哦 我们就是为了神 为了教会 就牺牲我的时间 我的物质 我去做的事 弟兄姐妹 这个答案也很好 但是这个答案 其实只有五十分 服事是什么 弟兄姐妹 服事 就像那个五饼二鱼 献上五饼二鱼的 那个小孩 当然耶稣说 他们在那里 谁有饼 谁有 小孩立刻就献上 多家 常常为灵舍 做衣服 没有想到自己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献上 我们献上 我们所有的 我们来做 我们没有去想到 我做这个 我可以得到什么 就是为主 这就是我们说 你是服事主 还是服事一个事工 我服事主的时候 我有没有 心中有没有 其他的打算 觉得说 我服事主以后 我希望神可以怎么样的来 祝福我 或者我要得到什么 所以 弟兄姐妹 有信徒服事的地方 人的炫耀声就会消失 我说的是真正的服事 但我们真的来带出 我们服事神 服事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彰显神荣耀的同时 我们周围的人 也都会得到祝福 我们服事不是在想 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圣经来看 什么是服事 圣经怎么样论到服事 弟兄姐妹 如果你可以明白 服事是什么 我觉得在你一生的道路里面 你不会在这样的事上 你常常犹豫 或者有的时候 你心中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纠结 一些想法 服事到底是什么 从圣经我们看见 第一个服事可以看见 看出你的人格如何 我们借着服事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人格 这个世界上不论你的学历 你的知识 健康美丽都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格 可是一个人的人格 是高尚 是卑贱 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呢 弟兄姐妹 就是透过服事 可以看见 他里面有一个高尚的人格 他里面的人格是不一样 我们的品格 有的时候 也许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的背景 有的人的品格很差 也许他没有好的机会 受到好的教育 所以他品格很差 但是我们在主里 我们可以被改变 因为圣灵来 他就是要改变我们 圣灵来 神来 他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因着相信耶稣 我们得救了 圣灵充满我们 圣灵更新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 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子良善 信使温柔节制 圣灵的果子 满满地结在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改变 我们用一个被改变的品格 去服事人 这就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服事是用生命来服事 你不是用你过去的经验 你的老我来服事 你是用你被主所改变的生命 来服事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人格 品格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讲 品格是指着 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你在思想什么 你所说的话 你的行为是如何呢 尤其是你怎么样对待 那些特别不如你的人 也许他知识比你还差 也许比你不会讲话 比你没钱 拥有的没有你多 也许是世上瞧不起的人 你怎么对待他呢 这个都可以看见 我们里面的品格 我们的人格如何 有一个网路故事这样讲 我觉得很有趣 他讲了一对兄弟 他们住在80层楼 可是那一天 他们出国旅行回来 一回到家就发现 大楼停电 所以兄弟两个就决定 那我们就爬 就爬 那个还是比101少 所以就觉得一定没有问题 我们挑战我们的极限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爬楼梯回家 那他们就爬楼梯拖着行李 就这样子走到了 爬到20楼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真的太累了 那个两个都已经气喘如牛 所以两个兄弟就商量一件事说 那我们现在就把行李 放在第20层楼 等到电来了 我们再搭电梯下来 我们再来拿这个行李 兄弟两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决策 然后两个就去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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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40层楼的时候 哇 两个人的火气都上来了 所以就开始边爬边吵架 边爬边吵架 就这样又爬了20层楼 来到60层楼的时候 两个人连吵架的力量都没有了 哥哥说 不要再吵了 我们已经爬了60层楼 我们快到了 他说我们就来唱歌 我们来讲笑话 我们快乐地爬完他 啊 弟弟觉得 啊 这实在是一个good idea 这实在是个好点子 太好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唱歌 讲笑话 啊 好开心 终于到了80层楼 就在这个时刻 哇 两个好开心哦 哥哥说 太棒了 一切的辛苦 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弟弟也说 对 突然之间 弟弟的脸都刷白了 为什么 因为钥匙在第20层楼里 跟行李放在一起 啊 弟弟们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 虽然是个网路笑话 可是也讲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像这两个兄弟一样 一直爬 努力地爬 努力地爬 一直往上 人是向高处爬的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 不管是商界人士 政治人物 艺人 甚至是神职人员 有的人努力地向高处爬 希望建立自己的特殊地位 等到爬到高位的时候 却因为没有品格 德性不佳 功亏一篑 在好多社会新闻 不都是这样子吗 所以品格很重要 可是我们讲的品格 不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自己修来的 其实有时候 那个还是没有被神 对不过的品格 那还是一个肉体 可是我们讲的品格 是属灵的品格 是真实 让圣灵的介入 圣灵充满门徒训练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生命被神来改变 对我去看 人跟人之间的生活 我们常常会彼此夸来夸去 我们就觉得很快乐 你夸我一下 我夸你一下 可是人格是什么 你的人格是只有 你自己知道的那个自我 可是这个人格 如果里面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同在 在你的人格里面 你的人格 你的品格 就会带来影响力 你就会带来祝福 拯救灵魂 可以对人真实有帮助 可是如果你的人格 充满了罪恶 会有自我 你去服侍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参长 很多年前我听见一个人 服侍另外一个 一个比较年长的 服侍另外一个 比较年轻的 一个后辈 他就告诉他说 千万不要太多服侍 因为服侍太多 会生病 那我的问题就是 那不服侍就不会生病吗 我们生病是 真的是因为服侍的关系吗 这个就是 当你里面有 掺杂的自我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 错误的一个观念 去影响 去带领别人 就像当时我记得 我刚结婚 不是很久 另外一个传道人 还是一个师母 他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生小孩 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 教会会让你失望 只有小孩 只有家人 才不会让你失望 可是我的问题是 当然教会有时候 会让我们失望 没错 但是弟兄姐妹 家人不会让我们失望吗 今天人 最常受伤的地方 不就在我们的家吗 所以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我们 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的心 很多这种掺杂 没有被圣灵 来洗涤 来更新 我们没有从神 被神改变那样的品格 你的服饰 就很可能很多掺杂 在里面 没有办法真实地 带下那个祝福 主告诉我们 要存心谦卑 对不对 当我们信耶稣 我们得救神 把圣灵的恩赐给我们 我们的人格 我们的品格 品格是什么 过去 我的品格很自私 可是当我信主以后 神开始改变 改变让我知道 师比受更为有福 弟兄姐妹 当你开始懂得给予 这个就是一个 被改变的品格 这就是我说的 可是谁可以改变我们 谁可以让一个自私的人 变成一个大方的人 就是圣灵 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一个 被改变的品格 如果我们的品格 人格没有这样子被改变 你没有办法带出 真的祝福别人的服侍 你在服侍别人的过程 你心里总是会想 有时候会有掺杂 我服侍他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或者我服侍这个人 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就服侍他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服侍 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只能仰望神 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不一样 我们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让圣灵 为什么要充满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 神 我要你来掌管我的心 我的生命 我自己掌管我的生命 常常一塌糊涂 可是主你来掌管 你来带领 当我们仰望神 我们单单的仰望神 来服侍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如果你没有仰望神 你是有一个掺杂的人格 在那里服侍 你就会常常期待 我的服侍 我要被人家肯定 我要被人家看见 我要被人家称赞 但是 如果你更多的仰望神 常常单单的仰望神 弟兄姐妹 你会有一个新的心态 在你里面就是 即使别人不夸赞我 也没有关系 即使别人不夸赞我 我服侍不是为了要得到 别人的掌声 Doressa修女 她在印度 服侍 她是服侍穷人中的穷人 她知道有时候 她常常做一个工作 就是她会去街上 找那些 有的时候有的人 他们就是没有人要 有时候是 瀕临死亡的一些长者 她就服侍他们 那一天 她也一样在街上 她找到了一个 瀕临死亡的 一个年长的老者 老人家 所以她就把她 带回到修道院 照顾 帮她清洗 然后就安慰她 这个老人家 在临死之前 她就对 Doressa修女说 我啊 像畜生一样 我这一辈子 我在街上 乞讨 打滚 一辈子 可是今天 你们却让我像个天使一样的死去 谢谢 弟兄姐妹 也许不会有人夸奖 Doressa修女啊 事实上也不见得有人会去做她要做的事情 但是为神来做 就不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肮脏的事情 世人都不要的 我去把她捡回来 我来做这个动作 而且她就快死了 好像没有什么经济效应 但是不 为神而做 另外一个 女士 那 这个姐妹当她蒙照 要去印度服侍的时候 她母亲也很爱神 母亲当然很愿意把孩子奉献给神 但是 如果是在本地宣教也好 偏偏孩子 蒙照是到外地 而且是那种 特别在当时 就很落后的印度 母亲自己心里知道 如果我同意 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一个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她很坚持 她知道神蒙照 神呼召我 我要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母亲终于放手 但是她的哥哥不放手 她的哥哥是一个军官 她的哥哥写信骂她 她说你不知道你这样做 是在断送你自己的前途吗 她很勇敢地回应她的哥哥 她说哥哥你是个军官 你所服侍的是地上的军王 你觉得你的地位很重要 可是我所服侍的是 整个世界的军王 我觉得我的呼召也很重要 听我姐妹 当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时候 即使有人敌对 里面你会非常坚定的 你不会因为别人的取笑 这有什么前途呢 你把时间都花在教会里 教会能给你钱花 教会可以给你饭吃 教会可以给你工作 有的时候人们会经历到这种羞辱 好像这种挑衅 所以在以前的 有的人就随便开玩笑 耶稣赐我赐 耶稣赐我穿 耶稣赐我赌博 赌输了就不用还这样子 你了解人们那种细腻的话语 因为人们不认识神 所以人们不明白 这些制度主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礼拜天你们不睡觉 不打高尔夫球 不去爬山不去玩水不去赚钱 你们在教会你们到底做什么 而且你们还花那么多时间去帮助那些 就是做义工 有的人不明白 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被主得着 我们是单单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以主的心为心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 你里面就不会有抱怨 你不会有不满 有的时候为什么服饰会不满呢 另外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服侍应该是很快乐 耶稣也服侍我们 可是耶稣服侍我们 耶稣从来没骂我们啊 彼得被骂过 但是问题是 耶稣很少 什么时候你服侍 你听到耶稣骂你 主会学教这么烂 没有啊 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骂我们 主耶稣很感谢我们所做的 可是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的抱怨 这么多的不满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说一个掺杂的人格 当你里面有掺杂的人格 你不是服侍神 你是服侍一个事工 所以你觉得 这是我的 我的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就会被一些忧虑 被一些担心 就可以充满在你的里面 可是如果你想到说 这是神的工作 我要为神而做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服侍一个事工 你就是朝九晚五 可是如果你是服侍神 你就7-11 你就是24小时 对你来讲 神我就是全所有献上 献上我的自己 我就是为你 我没有在那里斤斤计较 这是 这个时间我要服侍主 那个时间 是我的休闲 那个时间是我的工作 不 我们只有一个生活 一个生命 就是 生活里面有主 主里面 有生活 你了解吗 我们的生活就是信仰 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 有的人把它分很开 所以常常就 我时间不够用 弟兄姐妹从来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服侍 你要学习把眼目 要放在主的身上 你不要像那个马大 马大 那天他们服侍耶稣 耶稣带着学生 来到他们家做客 他就抱怨他的妹妹 来到主的面前告证 妹妹什么都不做 你看他就在那里 就跟你讲话 然后呢 听你讲话 然后我们就一直坐 坐 就给你们预备吃的 好也许晚上你们要在这里 这个休息 我们就预备 整理很多 他都不做 弟兄姐妹 马大这个字啊 有一个 有一个意思是女主人 讲到说有时候 我们像马大一样 好像我们在服侍中 充满了我 我我我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服侍 很多的不同 对不对 有的人服侍 也许就是 像厨房一样 很辛苦 有的人服侍 也许像陪檀 也许你不能说 那个 好像那个陪檀在那 然后看什么都不做 那个工作也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仰望神 对 我们各尽其职 我们为主所做 弟兄姐妹 你的心就不会因为这些事情 你就很暴躁 你就很生气 耶稣来到地上 耶稣为了服侍我们 他没有任何的罪 没有任何的瑕疵 他没有做任何的错 可是他为我们 披戴荆棘冠冥 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抱怨 他没有抱怨 即使这些人 一个礼拜以前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和善纳 和善纳 可是一个礼拜后 他们说定他十字架 这些背叛的人 耶稣说什么 主要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服侍的态度 先知论到耶稣 他这样讲 他说耶稣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解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服侍可以看见一个人的人格 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侍 对我姐妹 我要说的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 但是你的服侍 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会发现你在服侍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因为你是为主而做 你知道我可以服侍 服侍是恩典 服侍不是神来拜托你 没有人拜托你做好不好 然后你还在想 减身减伤 我可不可以做 对我姐妹不是 我们要常常想 服侍是恩典 如果有一天 我再也不能够服侍了 对我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不会一直服侍下去 终有一天 一切都会结束 可是如果在我们还可以做的时候 我们献上我们所能的 去帮助那些人 不是很好吗 有一个牧师 他是三级贫护的孩子 他的出身并不好 可是他所分享的信息 常常安慰很多人 振奋很多人的心灵 这个牧师这样说 他说我很感谢神 我感谢神让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 我经历很多的苦楚 我因为这样成长的经历 使我可以更了解人心中的痛苦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在讲道当中 去安慰他们 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听我姐妹 神给你的环境 就像约瑟一样 有的人抱怨自己的环境 我的出身不好 我的学历不好 我的背景不好 所以我能拿什么服饰 我也不会弹琴啊 我也不会做这个 我也不会才艺 我也不会科学班啊 我也不会桌游 我什么都不会 对我姐妹 你总有你会的 只有的时候我们一直 陷入为 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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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问主 主 我可以做什么 当你愿意像那个 五饼二鱼的孩子 来到主的面前 主我手中 我看起来我好像 我什么都没有一点点 你看 就五饼二鱼 这么一点东西 能够喂饱五千人吗 就像我这样的生命 我可以祝福人吗 你会听见神 微小的声音 在你的后面告诉你 你会开始看见 哦 原来 我里面还有这些 隐藏的恩赐 是我不知道的 当你开始 为神而做的时候 神就开始 再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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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凡有的 主说我还要再加给他 第二 我要提到 圣经里面的观点 告诉我们服事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讲到服事 可以看见 我们里面的人格 可是第二个 服事是赏赐 你有没有想过 服事是赏赐 圣经说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他寻求他的 神要赏赐我们 所以我们说 我们服事的时候 不要一直想到神 一定要祝福我 我讲的是 好像利益交换 我做这个 我做A 主你要给我 更大的A 不是这个意思 我意思是说 我服事 即使主没有给我赏赐 我人就愿意为主服事 这个就是服事神 对不对 但是事实是 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神就是很愿意 祝福我们啊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祝福 你一定要明白 神到底要祝福你 这个祝福从哪里来 如果你不明白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我也服事 可是我并没有得到祝福 那祝福到底从哪里来 当我们这样子热心服事 你知道神 祂会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谓的 信仰成长的祝福 信仰成长的祝福是什么呢 在世界 人们常常会想到的福气 可能就是健康是祝福啦 看到儿女发达是祝福 女有富裕的生活是祝福 家庭幸福是祝福 事业发达 地位权柄提高 都是祝福 这些当然都是祝福 但是我认为 我奉主的祢 我要祝福每一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祝福 就是信仰成长的祝福 如果你找到这个关键 信仰成长的祝福 我再说 信仰成长的祝福 你一定要牢牢地 把它记在脑袋里 信仰成长的祝福是什么 在约翰三书二节 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 主说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当你的灵魂兴盛 讲的是你的信仰成长 你凡事就会兴盛 那这边你知道凡事兴盛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祝福啊 身体健康啊 家庭幸福啊 儿女发达啊 健康富裕 各方面 神不断地在职场上也提升你 但是那个关键在于你的信仰 是在你的信仰要成长 你的信仰怎么样成长 弟兄姐妹 勤劳继续地必见家争 你要常常追求 天国是努力的人 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冷不热 在那里 主你要祝福我也好 你不祝福我也好 我们要努力进天国 我们努力地遵行主的诫命 要努力为神而活 神给我们每个人 真的有不同的呼召 可是每一个人 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主而活 约翰沃纳梅克 他这个人 他有一个百货 这个百货业之王之称 那他就是 他没有做牧师 那蒙照 他觉得说 我没有要做牧师 可是我一样会为神工作 因为神给他赚钱的恩赐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很会赚钱 所以他努力 为神努力赚钱 他盖了很多教会 他大量的捐赠物资 他建造韩国的YMCA 当他临死的时候 他留下的遗言是什么 他说在神里面思考 在神里面努力 在神里面流汗 我觉得太棒了 在神里面思考 你的努力 你的思考 在神 这就是我说的 生活就是信仰 信仰就是生活 我们不要把它分开 在神里面思考 在神里面努力 在神里面流汗 他说信靠神 是我人生的标语 是我人生的全部 多么好 我们信靠神 神会把很多的恩典给我 神把赚钱的恩赐给你 不是要让你在那里挥霍 环游世界 当然这些不是不行 而是神把这些恩赐给你 你可以活出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不是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 你要明白 我们活着最大的祝福 就是信仰的成长 当你信仰成长 很多的祝福 它就开始源源不断地 流到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现代人 我们也会注意 好多成人病 肥胖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 要避免要怎么样 要小心饮食 要小心 要多多地运动 避免属灵的肥胖 避免这些肥胖病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有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避免的是 属灵的肥胖 什么是属灵的肥胖 有时候我们从神 领受好多恩惠 我们一祷告 神就垂听 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 神我都没有做什么 你还垂听 你还祝福 你还让我的 那个检查报告 都通过 我本来就不可能 我以为我得癌症 就没有想到 什么都没有 神你太棒了 我什么都没有服事 对不对 那就是超恩典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就像一个小孩 他真的不明白 他这么坏 可是好像没有出任何意外 他觉得他一切都一反风顺 他觉得 所以我去不去教会 有差吗 牧师就骂他 你会这么顺利 是因为你妈 你妈那么敬虔 那么认真 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 因着母亲的祈求 神把这样的恩典 好像那个挥霍 泼洒在她儿女的身上 所以说 而你不明白 以为你看 这个不聚会 也一样很多祝福啊 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有时候我们领受神 很多的恩惠 我们要感恩 我们上神献上感恩 我们要留意 我们不要说 我们领受很多 可是我们也不服事 也不牺牲 也不跟人家分享 那这就很容易 有这样的信仰的危机 容易导致属灵的肥胖 对不对 有的人对神 对人的服事很小气 斤斤计较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服事的时候 那个态度 所以我们很容易夸耀 我们自己的服事 一点点的服事 好像做一点服事 楼上楼下都要知道 那或许有的时候 有的人服事批评论断 有的人不服事 也批评论断 我觉得这个带得不好 我觉得那个做得不好 那个还有些改善的空间 这应该怎么样 那应该怎么样 你会觉得这都不对啊 你明白吗 我们应该服事神 服事神不是说 好像我们服事不是说 我们就一切都会perfect 都会非常的完美 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我只是要提到说 我们要尽力 我们为神服事就好 这就是我说的 如果我是为神 那做得不好 我做我为你 我把结果交给你 我是为你 如果神你允许这个事情这样 那我已经尽力 我感谢神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里面就会很多的批评 很多的论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神 神让我真的要脱离 那个属灵的肥胖 所以说让我做一个健康的人 我要健康地吃 然后我要健康地运动 在属灵里健康地吃 健康地运动 就是想你要好好地追求 要祷告 要读经 要服事 生命就不一样 主说我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给人 对不对 耶稣为我们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贵重的恩典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神为我们 神为我们 无罪地成为有罪 祂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祂把这么大的救恩 赐给我们 神喜欢祝福我们 可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神要让你知道 你是有价值的 你的存在 你不是只是单单地 生老病死 结束你的人生 神要你明白 你活在这个地上 即使你是三级贫护 即使你治 也许你没有口才 也许你只是小学毕业 可是只要你有个愿意的心 神要使用你 当你的信仰 不断不断地成长的时候 各样的祝福 就会在你的身上 就会在你的身上 而且圣经上说 也会在你儿女的身上 你看诗篇三十七篇怎么说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讲到说我们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那是讲什么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讲的就是一个福事 当我们终日整天 我们去恩待人 讲我们福事人 我们帮助人 你的后裔 你的儿女 你儿女的儿女也要蒙福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 我们要这样知道 要知道我的福事 是有奖赏的 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些 那你应该开始想一想 对你是一个祝福 而且神祝福那些 懂得福事弱者的人 福事 我们明白 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 是按着自己 对你所得的好处而形成 这个网络 对方姐妹你可以明白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服事 我们对人服事 我们不是在看 这个对我有好处 我可以建立我的人脉 我才去服事他 不是 主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你不要求任何的代价 你要尊重 而且要服事那些 穷人 孤儿寡妇 残障的 路加福音十四章 讲得这么清楚 主说你摆设演习的时候 要请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 主说你就有福了 有钱人的拥有太多 生活困苦的人 却是太苦 有钱人喝一杯酒 办一场宴席 就可以花几百万 几千万 花钱像流水一样 上次我付过 这是换你付 上次你请 这次换我请 这次去饭店 下次到我们家 来午餐 来晚餐 有很多的餐会 但是听我解决 这是彼此的交流 这个不是服事 所谓的服事是什么 服事是懂得 与那些比我更弱的 比我更不足 比我更穷的人 来分享 这是服事 当然我讲的更弱更穷 有的时候当然不完全是讲到说 好像说只是外面的 当然也包括里面的 所以当你 可不可以跟那些有钱人在一起 可以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看见他心灵的贫穷 而不是把它变成是一个交印 对你有益处 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业绩有帮助 对你的人脉 对你的事业有影响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就不是服事 因为你里面 人就有掺杂的人格在哪 你没有办法正确地 去帮助这个人 所以主 我们的神 祂是如此关心那些有需要 那些弱小 那些 那些内心需要 空虚破碎的人 只是有时候人不明白 特别当人什么都有的时候 人不会这样子想 洛克菲勒 没有人比他更有钱 他是石油大王 对不对 你知道他43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拥有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他53岁 在他的年代 他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当然这是他的目的 他从小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赚钱 赚钱就是我人生的目的 所以他达到他的目的了 可是 你赚那么多钱 你要命花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不久 人算不如天 所以生命不在你的手中 人们就是没有看见这件事情 人们觉得人定升天 人们没有想到天外有天 所以人们总是觉得 我靠着我自己的努力 就在他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那一年53岁 他同时得了一个病 就是脱毛 脱毛的病 头发都脱落 睫毛啊 眉毛都掉光了 他整个人瘦得像一个 那个木乃伊一样 每一个礼拜 继续几百万的收入进来 进来 可是他只能 因为身体的状况 只能吃饼干喝牛奶 而且再加上 他住在冰州 加上很多人很讨厌他 所以他雇佣很多保镖 每天就在旁边保护他 他不敢出门 对不对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隔年 当他54岁的时候 医生估计他说 你活不过一年 那个恐惧 活不过一年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怎么办 报色 报色也拧好了 写好了他的铺文 以防备 不死之虚 突然死了 立刻可以发布 你知道 就在那个失眠的夜里 他真的睡不着 即使他听着灵修时刻 他也睡不着 开玩笑的 不过鼓励大家 灵修时刻真的是一个 很帮助大家睡眠的一个 好的一个 神的一个工具 每个礼拜二 每个礼拜五 我们都会上传在我们的YouTube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那么欢迎 不管是在我们网路上的朋友们 或者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当你睡不着 你可以常常听灵修时刻 它帮助你的灵性 信仰可以成长 而且它帮助你的身体 可以健康 可以蒙福 好 好 那我们工商时间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好 就这样子 好 就这样 感谢神 一定对你有帮助的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他那天晚上 他都睡不着 他真的没有办法睡着 他不晓得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他领悟到一件事情 我死的时候 我一分一毫 我都带不走 钱不是我一切 我生命中的一切 所以后来 他就祷告 他破碎自己 第二天 他决定一件事 他仿佛变一个人了 他用很多的财富 来帮助教会 帮助那些贫苦 有需要的人 他设立基金会 他支持 他支持这个医学研究 因为很多钱 有研究的经费 弟兄姐妹你知道 在才能够使医学的 这些盘泥西灵 还有很多特效药 就在那个时候 就纷纷地研究成功 因为有经费可以研究 因为有人奉献 弟兄姐妹你知道 当他开始这样做 当他开始这样不断地付出 他开始改变 他的身体 他开始睡得着 他吃得下 而且他活到了98岁 他活到98岁 弟兄姐妹 你明白 当我们开始给人 我们以为我们要死了 事实上不 当你开始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 开始去服侍你周围的人的时候 那个生命将带来一个改变 神看见 神也要祝福 神要祝福你所生出来的手 那怜悯穷人呢 就是借给耶和华 你借给神 神焉能不偿还 你明白吗 神就是这样爱我 你说没有那么多钱 两个月前 一个月多钱 那教会 刚刚牧师有一个朋友 是做这个衣服 是做外销的 所以他们就跟他分享福音 在一个机会 他分享福音 跟他讲这些百姓 那后来他朋友听了 很受感动 以前他也曾经这么做 可是这次再次很受感动 奉献了将近20箱的衣服 都是很好的衣服 这些还有羽绒衣 各式各样的衣服 大人小孩的衣服 就让我们去发放 在安康社区 我们就发放给这些 发放给这些 有需要的这些 灵色 大家知道我们在安康社区 他们有时候 有一些百姓 他们是比较弱势的 他们好高兴哦 有的小孩子立刻就穿 就穿了那个 刚拿到的新衣服 可是那天很冷 他穿的是夏天的 可是他好高兴哦 在那边带你 在那边展示 你看很好看 我心里很感动 对不起 神也很感动啊 对不对 你对他们所做 你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 你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神很喜悦你所做的 每个人都可以服侍神啊 对不起 在新竹有一个老奶奶 在她91岁的时候 她叫做徐皇贵妹 那91岁的时候 她捐赠了 市值超过一亿元以上的 这个土地 给新竹的家福中心 做儿童馆 做儿童馆 她老太太她 平常很节俭 出茶淡饭的生活 可是看到个需要 这些孩子们需要 这些儿童们需要 就奉献 对不起妹 老人家的时候 觉得所能做的很有限 但是她知道 我可以做事 我可以把我有的 我可以给那些 有需要的人 听我解释了 就是这样 圣经上说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 怎么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带人 当你有需要 说你希望人家帮助你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周围 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 你需要平常 就要不断地 撒那个种子 圣经里面 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 就是种跟收的原则 你要不断地 种下那个服侍的种子 你就会收割 那个祝福的种子 所以我要不断地 去帮助这些人 第三 很快我要提到 从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那个观点 服侍是什么 各位姐妹 服侍就是平安 服侍就是平安 有服侍的地方 就有平安 耶稣是为了我们 来到地上 这个地上 本来是不平安的 圣经上说 地上充满了黑面 冤暗 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愁苦 可是是耶稣来 祂带给我们平安 耶稣为我们流血 耶稣为我们定死 在十字架上 耶稣说 你们只要相信我 就有平安 主说 在世上有苦难 可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们只要相信我 我把那胜过世界的信心 我要赐给你 只要相信耶稣 就有平安 因着亚当犯罪 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 兄弟与兄弟之间 不断地纷争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争 家庭之间 也不断地有许多的 这样的一个纷争 充满了混乱 充满了战争 但是耶稣 当他丢下天上的宝座 他以服侍的态度 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服侍我们 耶稣来 圣经上说 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是要来服侍人 他来服侍我们 所以因为耶稣的服侍 所以使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本来没有办法 来到神的面前 圣殿 有一个很厚的帽子 隔着圣所跟至圣所 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 当耶稣断窃的那一刻 帽子从上面到下面就裂开了 各位姐妹在讲什么 从上到下 讲的是神的手 神把这个帽子给打开了 人们从今天开始 人们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 讲的是 人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是耶稣为我们死 成就和平 所以今天我们 耶稣为我们死成就和平 耶稣把平安给我们 如果耶稣不来服侍我们 我们没有平安 我们今天还在痛苦跟折磨当中 可是因为耶稣来 一切就不一样了 那你说 怎么样的服侍会带来和平呢 你记得耶稣在地上 他做的事情 那一天 他已经快上十字架 可是耶稣拿着毛巾绑在身上 他替门徒做什么 他替门徒洗脚 你可以想象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 这个历史 我们很轻悟看过 耶稣就服侍门徒 帮他们洗脚 可是如果你是现场 你很难想象 当时彼得他说 祝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你可以想 因此我们觉得脚情 但是问题是 那是很真实的 我们有这个经验 好多年前 我们的青少年团契 我们的营会有一个晚上 我们也洗脚 辅导给学生洗脚 学生给辅导洗脚 那牧者给辅导洗脚 所以我也给辅导洗脚 我找了一个辅导洗脚 还要洗一只脚 我替黄邪命洗他的脚 你知道 我还记得那天 先没记得不要不要 可是 我也只能说 若不行就与我无份 大家都洗嘛 可是我看见那些学生 如果那时候孩子 现在很多都长大 如果你还记得那一次 大家都哭了 哭了 这样 大家都觉得 觉得说 被辅导洗脚 被师母洗脚 终身难忘 我也终身难忘 各位姐妹 当你明白 你可以把耶稣 绑在腰上那个毛巾 也去给别人洗的时候 就会带来平安 假如当你开始 谦卑你自己 你去服侍 那就不一样了 有个女孩 当她现在已经是个妇人 五十几岁 可是 可是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越战 很多孩子在战争当中 他们很痛苦 很害怕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 你看 这个女孩叫Kim 你知道那一天 他们在路上 她被那个燃烧的子弹 就烧到 所以全身这边 都烧着 要跑 狂跑 刚好有一个 没电社的记者 立刻拍下 可是这个记者拍下 就赶快拿水 就把他们 就冲洗 下一掌 就冲洗 给他们孩子们冲洗 之后 这个记者 就带着孩子 还有其他人 就送到医院 赶快地尽量地处理 那这个Kim 她在这个医院里面 她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手术 很多的直皮手术 身体的伤口 很难愈合 问题是身体的伤口 即使愈合了 当然她都没有办法 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但是 心灵的伤口 是很难愈合的 这一张照片 刚刚第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 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它带来一个世界性的影响 因为 这一张照片 它撼动了全世界 它加速了越战的结束 他们觉得说 太可怕 这些孩子们太可怜了 可是问题是 越战结束了 这个女孩Kim 下一张 好 你知道她在 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其实很痛苦 她后来现在居在 住在加拿大 她想到这件事情 她说这个照片 曾经对我来讲 是一个羞愧 对我很难堪 她不想去 记忆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到一个孩子 在那种战争当中 血肉模糊 每天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突然又在轰炸了 好 她没有办法 她没有办法 接受这张照片 对她来讲 那是一个痛苦的记忆 可是那天她说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跟神有一个美好的连结 就是我跟耶稣 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 我选择饶恕 他提到说 这个照片就是我走出 战争的宽恕之路 他原谅那些伤害他的人 但是呢 他知道 他不能够这样一直下去 那个痛苦 那个折磨在他身上 他永远不会有平安的 所以他勇敢地走出去 他成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 他每一年都会到世界各地 去分享他的故事 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 而且除了这个工作以外 他也特别去帮助 在战争当中 这些孩子们 帮助他们 兴建医院学校跟家园 当他开始走出去的时候 他里面有个平安 你看他年纪很大 可是那个皮肤 被火纹身的女孩 可能都没有办法改变 可是谁抚平了那个伤口 谁把那个 那个被火纹身的皮肤 整个都给抚平 弟兄姐妹 就是耶稣 只有耶稣 可以抚平我们里面的 痛苦 伤害 可是他怎么走出来 弟兄姐妹 他说当我出来 当我开始服侍那些人的时候 我里面开始有平安 弟兄姐妹 我们服侍神 所以我说服侍是平安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靠耶稣自己来做 耶稣你来服侍 你来做 什么都靠耶稣 耶稣 耶稣为我们成为仆人的样式 所以呢 他把毛巾绑在腰上 替门徒习叫 在耶稣的时代 毛巾是被认为 你是一个仆人 那个必须品要放在身上 地位很高的人 他们不带毛巾的 只有仆人才带毛巾 仆人不是绑在头上 就是绑在腰上 绑毛巾的人 是被视为最下等阶层的人 可是耶稣为我们 他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你看他 也谦卑自己拿着毛巾 帮门徒们洗脚 这是一个服侍态度 所以我们说 如果十字架 它是一个顺服的象征 那么毛巾就是服侍的象征 你身上有戴着毛巾吗 我本来今天想要去买很多那种毛巾 来呼召谁 有多少人愿意挂毛巾在身上 后来想说好像 没问题 好 因为好像在台湾 我们的习书里特殊情况 才会送毛巾 所以我想说那也不太好 不太吉利 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做 但是问题是 毛巾 看不见的毛巾 要挂在我们身上 要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弟兄姐妹 为了让这个世界平安 为了让这个世界和平 神不断地兴起人 要起来服侍 只有你去服侍别人 才会平安 那个黑道 红旱翼 我们知道四十多年来 自己吸毒 贩毒 打叫闹事 然后开赌场 做假球 包女人 无恶不作 可是神拣选了她 神拯救了她 神把地狱打开给她看 吓坏了 得救了 可是神没有只停留到说 你自己得救就好 神说 你要讲义气 你就去建立教会 带领黑道的朋友 来信耶稣 让他们可以进天国 就这样 他建立了教会 他建立了教会 来帮助那些黑道人士 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 他们若不信神 那就是浪子 都没有办法回头 可是问题是 可以的 我们不要觉得 兄弟路不好走 本来就不好走 可是你回转过来 走十字架的道路 神会给你恩典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 好像你回不了头 可是什么人可以帮助他们 弟兄姐妹 就是洪汉意众的人 也许他自己曾经经历 所以他回过头 为什么有更生团契 弟兄姐妹就是这样 很多人在里面 他们向神醒悟过来 他们回转归向神 他们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最后我要提到 服侍是信仰的果子 当我们服侍 我们永远不要觉得说 就是 好像刚刚我讲到 服侍是平安 你如果渴望平安 平安不是 你讲讲平安 平安 就都是平安 我们需要有个行动 当我们服侍 神会把那个平安的果实 赐给我们 可是最后我要提到 服侍是信仰的果子 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肉眼来看到 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信心 信心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 可是我们可以确实知道 这个人有没有信心 是靠着什么 就是靠着他在神的面前 怎么做礼拜 弟兄姐妹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 你光看他怎么做礼拜 也不知道 所以又看他怎么服侍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信心是死的 还是活的 这个人的信心是大还是小 你要相信 小小的服侍 可以结出大大的果子 那最伟大的果子 就是灵魂的果子 对不对 圣经主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人们可以相信耶稣 是因为他们听见 所以我们需要告诉别人 耶稣的爱 耶稣的信息 你说人们都不喜欢去教会呀 那人们不喜欢来教会的理由 是什么呢 是不喜欢耶稣呢 是不喜欢圣经呢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 人们不喜欢上教会 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 我相信 有可能 他们也是被某些基督徒绊倒 他们看见他们周围的基督徒 他们的行为 一天到晚跟我借钱 说谎 还有暴力 骂太太 还打小孩 那个脾气很暴躁 他们觉得我姓主姓这样 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 就不要去教会 因为觉得说 看不见 可是有更多的人 他为什么上教会 我太太改变了 他从前不做家事的 他现在做家事 他以前都只骂我 现在对我好的不得了 很多丈夫都这样信耶稣的 所以其实 我们应该相信 我们应该相信 你的一个热心的表现 你的和善的表情 你会影响 你会撒那个种子 在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不是说用钱 有时候我们讲到服饰 我们就会想要有钱才能服饰 很多服饰都不用钱的 你的微笑 你的陪伴 你的关怀 对不起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当你愿意这样子 你知道灵魂的果子无价 圣经说有一天 在地上所有的都会过去 可是唯有遵行神的旨意 是永远长存 遵行神的旨意 其中有一个旨意 就是你们要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要去 要奉主的名 给万民施洗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的旨意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 神就要祝福我们 你能够给别人最好的 弟兄姐妹 其实就是福音 你记得那一天 彼得跟约翰 他们来到圣殿 遇到一个瘸腿的 不能够走 在那里要饭 那彼得说 金 银 我都没有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的名 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就这样一祷告 这个瘸子就 看着他们 立刻就起来 就跳着 又走 又跳 跟他们一起去 教会做礼拜 弟兄姐妹 彼得约翰 没有金 没有银 没有钱 可是他说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所有的是什么 我所有的就是福音 当他把福音传给他 这个人 这个瘸子 他不需要再乞讨了 他的瘸腿得到医治 他的肉体得到健康 他的灵魂得到医治 他跑去教会 去赞美神 去做礼拜了 他们拯救了一个灵魂 把一个失败的人 转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弟兄姐妹 这件事情 只有在我们信仰里面做得到 你不要觉得说 我参加什么样的大会 或怎么样的一个 我就帮助你 做一个成功的人 弟兄姐妹 我讲了 不是 那个生命的转化 从来都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神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 只有我们愿意 我们相信 我们有能力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 有一些人 是只有你能够服侍的 他是你的学生 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你的家人 你最靠近他们 你可以陪伴他们 你要用信心 要祷告 在祷告当中 为他取劳 再受生产之苦 他说这比耶稣 只有耶稣可以转化 一个人的人生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一个动作 一个服侍 你不晓得 你所要为神所成就 是何等美妙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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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奉 你也可以像保罗一样 在信心里面 生了提摩泰 养育他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期待 教会有好多 属灵的提摩泰 所以教会有很多的服侍 很多学生的工作 很多的营会 为什么 你不要觉得 那都年轻人的事工 我们家人 我们这种家庭 我们自顾不暇 对不起 如果也许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做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 为他们煮饭 在营会的时候 特别我们可以 为他们祷告 对不对 当你愿意 这都是个服侍 当你愿意 我们就可以在 我们的信仰当中 在神的家中 看见 神的荣耀 一波又一波 透过人们的愿意 摆上自己 愿意献上 人们的生命会改变 人们的世界会改变 教会会改变 家庭会改变 民主会改变 家族会改变 列国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 来信靠我们的神 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有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 好好的为神而活 再也不要看自己 有什么 没什么 主 我要服侍你 我就是要这样 单单地服侍你 为你而活 弟兄姐妹 当你为主而活 主他不会忘记 你曾经为他 所摆上的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主我做这么多 也许今天我失忆了 也许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神你大概忘记 人们也不肯定我们 人们也不气念我们 弟兄姐妹 你真的不要受仇敌的挡 有时候仇敌很容易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 在青年使命团 我刚刚忘了讲这个 这个弟兄的故事 这个弟兄 他在青年使命团工作 然后呢 他每一天 他就是抱怨 他做得很不开心 他就跟主说 他说主啊 我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主就说 你为什么觉得这么累呢 你在青年使命团工作 有这么辛苦吗 你为什么这么累呢 他听见主说就更气啊 他说主 我根本就没有全职服饰啊 我本来想要是做厂长的 可是你把我带到印度 然后你又把我带到 青年使命团来 我说我开心 我很累啊 主耶稣说 后来最主要是 我要讲的是 主跟他说 因为主觉得他做得很好啊 可是他觉得他做得不好啊 主一直说你做得很好啊 他就一直说我做得不好啊 那主就说 我最在乎的 不是你服饰的有多好 我最在乎的是 你仍然在 我要你在的地方 对不起们 服饰 没有不受挫的 可是当我们受挫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一直想 负面跟黑暗 可是你要转向神 这就是我说的 我是服饰神呢 还是服饰一个事工呢 如果我是服饰神 我是为神来做 那弟兄姐妹 很多问题 很多搅扰 很多的这些负面情绪 它不会在你的身上 明白吗 所以在2019 我们要祷告神 神没有创造一个失败品 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 都是那个最珍贵的杰作 你要相信神可以使用你 在你的职场 在校园 在医院 在你的服饰的现场 神可以更多地使用你 只要你愿意 你愿意你可以摆上 你可以祷告 更多倚靠神 神会祝福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